那什麼 光刀 我覺得我應該去少林寺 少林寺要幹嘛 練舞啊 我就想說我現在是光頭 你畫你那樣 這麼直 還沒開刀之前是最懶惱的一段 因為那時候醫生有說有可能會截肢 他之前會說爸爸截肢是什麼 你聽到你就會很難過 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他那麼小怎麼辦 手術開刀拿掉病灶 右手暫時無法動彈 我一定會好起來 很久沒去學校了 想去寫作業 我收好了 你幹嘛那麼快 不能上學的日子 爸爸辭職全心照顧 飲食親自烹調 自己買會煮因為比較新鮮 然後現買不現煮 會比較知道他的新鮮度 外面有的東西不知道他放多久 怕不新鮮 從小父母離異 為好的生活圍繞著爸爸跟哥哥兩個人 你不要看他這樣很開心 可是他有時候會很憂鬱 偶爾要跟他講開導他開導他 然後他就不會亂想 他裡面就有棉被 這是要住十天左右 很痛 而且有痕療 等等再來打症 好 放輕鬆一下 一次次住院治療 頭髮硬化療掉光 十打藥劑的強烈疼痛感 胃好幾乎挺住 好 好 沒事 沒事 化解藥治療很明顯的 讓他的腫塊縮小了 那即使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是很痛的 所以我要很勇敢 好 那我們輕輕握起來 握起來握起來握起來 哇 好有力氣喔 住院期間不荒廢血液 旁邊教學一對一 五十人 所以後面都是零 後面就不用讀了 就是三千四案 是吧 就這樣而已 開刀之後像他的右手 其實在操作使用上都沒有那麼方便 對 但他還是都還滿認真 就是想盡辦法 克服很多的困難 去把作業完成 指頭布 提振精神 老師準備卓誘課程 我氣排 兩隻豬囉 我本來想知道的耶 覺得我是蒸汽火車 充滿動力 我就覺得很開心啊 所以上課帶給你很快樂的感覺 對 韋豪的笑容 是爸爸疲憊時的支柱 日前他因照顧韋豪病倒 救急復發 就剛好也都在籠種處理 可是他剛好在打花藥 那時候剛開完刀 那時候插管 然後都不能通 然後他就很想看我嘛 然後樓下的護士又帶他去 爸爸已經很辛苦了 怕他髒心 所以你都不敢哭齁 對 即使生病 為好努力 讓自己開心著 笑著 你有什麼問題 想要詢問這個 我們這個甜甜大師嗎 我什麼都知道 醫院走道 根據團演員互動 用心活在當下 不管怎樣 我都會是他最大的依靠 希望他趕快好起來 太動